我们的透视焦点要进一步带您看到 中共当局日前就信访制度改革举行新闻发表会时 记者问到黑监狱问题 信访官员竟然表示那是非正常上访与信访领域无关 发表会内容在网络上公开之后 立刻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弹 中共信访局官员声称 今年7月1号信访局开通了网上投诉信访受理服务 受到了好评 当局将建立全国网上信访受理平台 逐渐取代传统上访方式 另外所谓信访改革措施还包括 涉及法律诉讼的上访不予受理 不支持越级上访等 但访民认为网上信访形同虚设 中共当局还声称与往年相比 今年信访总量下降了2.1% 较大规模的集体上访下降了3.1% 当局认为这说明了信访秩序有所好转 网民讽刺掩耳盗铃粉饰太平 访民指出信访局公布的数据是虚假的 四川成都的网友指出 不是不想上访而是大家都知道上访无用 失望了 寒心了 上访率就下降了 访民们告诉记者 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是逐级上访到中央的 很少有人会越级上访 而北京马家楼酒禁庄等黑监狱里面关押的 也大都是主级上访的访民 也就是信访局官员口中的正常上访群众 但他们的权益依然没有得到丝毫保障 访民们怒斥当局谎话连篇 同时也气愤要求与撒谎的信访局局长对话 新唐人电视张天宇孙宁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